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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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文化瑰宝永恒的印象 现在就要具体的为您介绍一些实用的朗读符号 每一首诗在经过欣赏到了解到诠释到表达的过程里头 我们了解了诗意就能够了解有些地方 是不是应该用大声小声高声低声快或慢 来做一些情感表达的区隔 我们就用这些实用的朗读符号标示在文字的左边 让所有的文字化为声音的时候 因为能够经过符号的提醒 而变得更轻松 自然的将文字化为声音和表情表达出来 这么多的朗读符号当中 我们就用最实用的六个来做说明 比方说在文字的左边加上了这个符号 就表示要念得大声一些 这是小 这是高 这是低 这是快 这是慢 现在我们就用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首作品 来做具体的说明 这是孟浩然的春晓 在还没有标符号之前 我们读出来可能是春眠不觉晓 处处文体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之多少 但是在我们标上符号之后 来我们标上步的旁边标上大 然后风雨声的旁边标上高 之多少的旁边我们标上了慢的符号 我们再来读读看 春眠不觉晓 春眠不觉晓 处处文体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那个音韵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 明天里是有什么样的 全静的旁边标上